那再来一个就是很明显的一个特色 就是说这一点说不是外房人不懂 就是说我们这个专门做房地产的人 对这个特别敏感 就是HST 政府已经加上去了 其实还正在磨的当中 但是能不能通过 还要决定在明年7月份 7月1号政府要把这个HST加上去 这个一加上去的他针对什么 就针对所有的新楼 一部分的产品加这个总和税 如果是加上去之后 对所有的开新楼盘全部没办法卖了 为什么 加8%在上边 对新楼 那他一加上去这个税务的时候 所有的生产的新楼 有一些建筑商已经没钱开盘了 要很struggle的生存 然后再加一个8%税在上边 这些买家的会觉得 哇 这么多的税务 我买一个楼加个GST 再加个HST 13个person 就是减你几个person 买一百万的房子要加十几万 买个五十万的房子要加你六七万 六七万你可以拿来去度假一年两年都可以了 对吧 所以好多人会回避这个moment 就是不想在这个时间来去买这个新房 那新房一不好卖不出去 建筑商也不用想卖了 为什么 好多人在这个过程一开始的时候都接受不了 建筑商的一个销售也会停止 停止之后怎么办呢 大家需求还在啊 都要睡觉啊 有钱没地方摆啊 摆哪里啊 还是要摆在房地上 那摆哪里就是二手房 二手房接下来呢 就说如果说是说需求大过供货 二手房哪里有天天有啊 你以为那是衣服啊 说照几件就给你几件了 房子是盖好是没得盖的了 这个区域是建好就没得建了 所以二手房到时候一需求大的时候 那种价格就飞着就飙上去了 那这是接下来明年要看到的 今年已经看到了 好多房子二手房都在抢 所以明年会更抢 因为新税一冲击到这个市场里面 大家掉头就去找二手 二手都是本来只有十个人买二手房 还有二十个在买新房 突然间这二十个有十个人不买新房了 掉过来夹在二手房的大局里面一起来抢 你那个二手房的房价就飙上去了 这是明年的现象啊 我先给你们透个信 再好玩的就是说 我这个证实就是说 现在马上要证实跟你谈 最近就是说在这个月 上个星期六 新楼盘著名为Gabson Scrib 就在我们公司正对面那个parking lot 去年他在九月份十月份开盘的时候 我们做他的一个星期的代理 就是尝试的也是这样做 拿出来来推销 当时一房一厅的已经算很贵了 接近五百块一尺 我们就卖的时候怎么卖的就跟大家讲明很多中国人来那个时候利息 就不是利息就是汇率嘛还不错 中国人来到这里的钱太多没地方park money 我们怎么讲就是park money only 来买Gabson Scrib 好我们就有十个人 啊我要买我要买 买了十个 后来去签单的时候 签了签下来了 隔个星期还没有十天的冷冻期 中国的股票全世界股票就逼得阿拉往下掉了 有四五个就退掉了 不要了 还有几个小伙子就是家里钱多 那就说好要 就买了当时一房一厅五百八十一尺 有parking 当时送个locker只是promotion 三十万零九千 三十万零九千就是Gabson Scrib 就在这个空地上 好接下来金融通报一到 建筑商突然间收盘了 我们按15%档配吗 收三次 第三期还没有到收钱的时候 建筑商通知我们就讲说 哎告诉你的买家 我不要钱了 为什么 他说我们这个project停止 不做了 我只收你两次的那个定金就对了 两次的那个付款方式 第三次付款 他有一个好听话 他说反正最近经济不好 你没钱用就拿回去用吧 不要不收了 我说好 那接下来就是证明说 我们commission都不用给了 因为钱没收完嘛 就是大家不用给就停了 好那也OK 好了经济就突然间滑 到了一年之后了 又是这个时间了 一年之后啊 就十一月份 跟他那个建筑商在商谈着聊天的时候 他就说 新盘要出来了 快带客人过来啊 我说好 刚才有个客人要一要 还是一样的 一房同样的单位 高层点 我们买了29楼 28楼 26楼 然后那个人说 我要30楼 36楼以上 那个人就来 刚好有个36楼 我说多少钱 我给你看一看啊 同样的一个单位 他说是 哦 34万5 再加 3万块钱的parking 去到37万4千 打开那个样子 跟我们去年买下来的时候呢 差了20% 为什么 那个 那个sales manager 讲说 我搞不懂 为什么会这样做 我说你不懂 我懂 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predict了 这个游戏是要这样玩了 为什么这样玩了 因为接下来 他说这个薪税包在里边了 你可以放心 我说是 因为这个hst里有8个person 加上去 如果建筑商今天就加10个person 你还是不买 对不对 好 不买没关系 你一直拖把 旧楼上来了 你硬买 他也觉得你还是勉强去买的 对他也是连买带骂的 好 这是他要面对的 但他这个做法就是说 用我们中国人的讲法 就是俗语来讲 要价500 开价1000 因为他们把所有的parking separate 3万块 我就知道 这个游戏这样玩 他们价格已经加上去了 10%没关系 这个是迟早都是consumer付 因为牛毛住在牛身上 这个税加来 没有理由建筑商帮你扛 一定是买家要付 但是买家心里不爽 不买 会抵抗 好 等到旧房子涨 涨到差不多的时候了 他来游戏了 说我给你来个 你要不要新房子 差不多 新房还是贵吗 我给你个parking 免费进去要不要 那个时候你肯定还笑着谢他了 他已经加了你10%上去了 所以20%最后他会减10%下来 他还是赚了你两个percent 这就是现在的游戏这样玩法 好 这个是HST的这个 很sensitive 最近他们在当趟炒楼炒得很凶 如果你是买楼内投资的专家 或者是有兴趣的话 你一定要问清楚那个建筑商 包了没有这个 如果包了 在你的价钱里边合理的话 还可以 如果没包 你明年到你或者三年四年时候 收楼的时候 你会面临了另外一个 8个percent在你头上面 加你的GST 如果你不是自住的话 你可能要付13个percent的税务 这一点是很sensitive的 好 再看就是说这是一个通胀 就是随着世界性的这个金融时序 现在根本没有走掉这个金融通报 还在 那就说 美国的经济是带动全世界的经济 大家都承认现在 到目前为止还是 对不对 因为这次是他们挑起的 也是他是大哥 他的钱也最多 全世界被他 被他基本上垄断了一部分 所以美国的经济里 带领了全世界 美国现在需要大量的资金 现金来救市 就是资源 现金来救市 哪里来 以前中国人傻 出离中国的生产 全部运到美国来 一半不给钱 压在那里买他的股票债券基金 一半让你拿回去 当给老百姓吃买原料 好 这几十年了 中国拿不回来了 好 中国再不会等到这样做了 欧洲也不会帮他 那怎么办 现在不是美国人很聪明 现在跟印度合作 最后不就要拿 像印度人在工作几十年 一半拿回家 一半留给他 美国人是很聪明的 好 但是还是不够 时间也改不过来 因为前一段 美国这个金融破产 太多的地方需要救市了 所以美国的做法 唯有的做法 就是印钞票 印美金 接下来你就看到 现在美金已经快不值钱了 他印完钞票之后 就说去经济学家分析 这样的情况下 持续几年 下一个金融危机 是世界突破狂战 因为美金太多了 把市场打乱了 到底不知道你家里 有多少黄金 有多少资源 还是有多少美金 现在我们中国人来的 都是拿美金过来的 对吧 那中国有大量的美金 在中国的货枪里面 存着 谁想走 只要换美金 随你走 这是一个好事 但是美国印的 比你拿去的还快 怎么办 所以接下来 下一个危险的东西 就是世界性的通胀 一通胀一到的时候 最不值钱的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了 反而资源 能源是最好的 保值 因为什么你天天还要吃吗 还要喝吗 还要用吗 这个保值 还有的就是黄金 每个人能收多少黄金呢 黄金就那么多 全世界都去收黄金 不可能了 对不对 所以黄金只是一个平衡点 但再有就是不动产 不动产 如果你是在这个国家 在这个地段对的话 不动产 还继续帮你争执 不是贬值 如果你在一个地段不对的话 可能在这个通货的时候 你这个房地产也会贬值 但至少它不会挂走 如果你存在 像有一些在中国的摊 我看一个报纸讲说 中国一个什么公安局 就是说是那个什么 深圳的公安局副局长 从他家里挖出来了 一亿现金在他床底下 那如果通胀一来 那一亿现金就等于 以前的伟超一样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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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